松林就長起來 慢慢的,我們下面的檜木林 在火燒之後,它就會再形成一個刺陽林 我們下午呢,我們今天就慢慢的往這邊上去 在這裡呢,我們只能看到是延期的過程後 下面看到的是有刺陽林的出現 裡面呢,因為我們剛好是在檜木林的上屆 在這個1800公尺到2500公尺的雲霧袋呢 那一次的火燒就是因為燒到下面的雲霧袋的地方 所以燒到這個負氣樹的時候就停止了 在火燒過之後,它就會形成了一個草生地 然後慢慢這些松林就進來 我們等一下再看看老師有什麼要補充 各位你們不是來這裡收聽 各位是將來是要走接收、要表達 或者你本身已經是資深的解收員了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只是出來相互討論一下 所謂的新中航,基本上它已經沒有航冠入 它只是從嘉義、阿里山然後來到剛剛金購之中 本來這一線,現在這裡就是要 就是以前的一山林道的路口 要到南紫仙溪 南紫仙溪林道 然後呢,所謂的新中航就是從這裡開始打 新的路 接接到水裡 但是這是一條錯誤的道路 從東浦山前面這一座山東浦山以下 有三個重大的崩塌點 從921之後大概都沒有修補 然後現階段其實就是一個偉大不掉的好順 那這一線到這裡要翻過去要就去接塔拉加安部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塔拉加安部 換句話說這一條公路原來就是 我給你們的那個資料裡面 阿里山鐵道的什麼線啊 塔拉加線 塔拉加線 經過像之中 以前本來呢 這一線我會沿線再製作另外一套 詳細的這個解說的內容 把這百年來變遷的構成 各位 分享 然後呢 你要在一個地方做解說呢 第一個先從總體環境看 我們現在海拔大約2500公里 就是鐵山林的下線 檜木林的開始 這一條線 因此你整個 沿線看過去對面的整個山脈就是標準的阿里山山脈 這個阿里山山脈環繞著這裡到塔拉加這裡 這是 往下 神木溪 到塔拉加那裡又是兩條街 南北仙溪南部 這邊沙里沙里沙里 這邊南投系統 這整個的台灣的中部三連連鋪的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 溫室大連鋪 也就是整個阿里山山脈 那個是大塔山 最高點就是大塔山 我們看到的 最前面這裡 但它最嚴重的就是 最高越 最高越看到沒有 你看被那一顆 那一顆大流 那個背後那裡 然後呢 往左邊看 沿著靈性看 那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幾個房子 那是哪裡 鑄山 關日柔那邊 再往左一走 就是 小麗岩山 再過來 那個 山頭 有一個山頭有一些建築物的樣子 萬歲山 那個是軍隊在那裡 我覺得 比較少點六塊 所以你看到這一個 就是阿里山山脈 最高點那個大塔山 有沒有 往右走過去 這個是到哪裡去的 往西頭走 把這個刷 這條刷 這條刷 那我們所謂的阿里山山脈 就在你眼前展開 清清楚楚的 這一條就是阿里山山脈 那阿里山山脈 溫繞到 我們要從這裡到 哈爾加 這一個 整個的大溪 大溪 大溪 都是這個 浪道館 這個系統 啊 這呢 就是 我們今所謂的 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 整個你看到前面 這這個三代 最主要就是 快木林印尼一代 快木林印尼一代 接著啦 口福字台之後 再開 南子縣西林道 這在本世代 就一定有了 南子縣西 現在往後面走過去 就是 就是 那個 那個 伊山 南峰下來的 一條一條山脈 啊 有所謂的 373 373 373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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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條山脈 就是到哪裡 跟那個 那個 南山脈下去 老龍石 上游 高屏溪 沿頭上來這邊 那出去了 是高屏的那個 下游 浩芳山 以下 那台灣南部的開始 就是 這裡 那有些之間 就只有 恢復到 那個塔拉加安部 那邊 那 所以 這一個環境 大環境是這樣 細部的 你可以說 這裡因為整個前面 這個以前的公路經過 上廂都出了 對吧 還要做什麼 還要衛生 外國 一段 一段 像剛才上來那裡 有一個 鋼筋 高屏溪的地方 86K 那個有一個 管理站在那裡 以前是 林武吉時代的 趙林靜工站 趙林靜工站 最後一任的 在那裡 在過的人 就是租街中 一個 一個阿伯 因為 因為沒跑掉了 肯定老人 有兒子 有什麼 問題是內 他就是看那個地方的 造林地 有一天 就死在那裡了 然後兒子 什麼來拿東西給他吃 才知道過事 國家公園接手之後 我們來了 就把那個地方 就是 建工站就把它變成一個 管理站 因為鋼筋國家公園的範圍 就派一些 外國人 被騎那邊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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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 總是會有你叫比較陰暗 比較心理上有手什麼的時候就會產生關係 但是從那裡進來的點 基本上就是 剛才你們看到沒有 阿山在那 台灣狗啊 狗山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啊 我們剛過來一大堆在那裡了 在那裡等著要東西吃了 你們不可以給人家都吃東西 看到給猴子 哎呀 現在出來 現在太陽光一早 那那裡都租集一大堆 高山在那裡 這麼固定都一群 其實沿途都有啦 好多錢 那這個整個發展過程 到現在這裡變成什麼東西 國內公園的一個 油漆區 我們今天的重點 走到台南家那邊 看整個 往東浦山方向 看什麼東西呢 就是看 那一片啦 我們下午4點 上課 會把那個地方 我研究 前後18年變遷 他怎麼樣 照臨怎麼失敗 怎麼產生自己的這些 也包括那個猴子的故事 在這裡給各位介紹 所以現在啦 我們看進去 請自豪老師代對 就是說 N2 要介紹 什麼也好 公園的 這也是很多技術來的 OK 這下 我們現在 18年變遷 這裡 適不適合 要做幾搜 你們都知道 第一個選好地點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要上這個 好那個我們現在要過馬路 過馬路的時候小心喔